大家好呀,又到了8月中分收的季节 来给大家看一看我弟弟的番茄怎么样了 今年有种21个品种 14个大番茄,7个小番茄品种 基本上都来自于好友育苗高手的康海解囊 大家可以看到的第一个品种是Red Pierre 这是意大利的红梨 这个是少有的大型梨型的番茄 口感很甜,水分很多,皮也薄 基本上当水果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也会拿来做番茄炒蛋,做酱 味道特别的浓郁 在意大利相当的有名 我想很多人都有种植 这个是咱们中国的沙拉 我对这个真是念念不忘的童年回忆啊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种出来之后呢 感觉并没有那么沙 这是一个杂交品种 它的结果量相当的大 跟周围的二人一比 那个产量真的是鹤梨鸡群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果子已经采了好几层了 上面还是有好多瓜果 因为之前这个旁边种了向日葵和玉米 给它遮挡到了很多的阳光 所以植株不是的太健康 看,多么奇整 这是呢,San Mazino 也是一个意大利的儿母 这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款 因为呢,它虽然个头不是特别的大 可是它很沙 你看,我手一碰就掉下来了 基本上都被我生吃了 分享给朋友大家也都还蛮喜欢的 这是咱们中国的寿冠粉罐 这个呢,我本来也是为了要吃它的伤染重的 但是不知道是我重的问题 还是总之有问题 不是特别的傻 不过炒鸡蛋做酱挺好吃的 放着熟一点也可以生吃 Paul Robinson 这是我今年种的黑番茄里面最喜欢的一款 水分很足,很甜很甜 基本上都是拿来当水果吃的 呃,偶尔会有一点点 巴上面有一个畸心 但总体来讲,个头相当的的大 因为最大的几个其实已经被我摘掉了 看到,吃住还是蛮健康的 它旁边有几颗番茄就压到了它的身上 可是你看它长势还是相当的不错 推荐 Pink Jazz 因为它的颜值重了它 我特别喜欢这种条纹型的番茄 口感甜却有点傻 水分也足 不能说是一个完美型的 但是呢,如果喜欢高颜值的 还是要来种 看一下,个头还是挺大的 就是不太好摘 我回来拿剪刀把它剪下来的 这是上一次才收的比大一点的 漂亮吧 掰开呢,其实是水分很多 而且有啥,小小的啥吧 这款是Castrutto的意大利番茄 那它这种番茄呢,就是形状长得特别的可爱 像一朵小云朵呀 像一朵花 小朋友特别喜欢 口感也是挺好的 它的脂肪很多 水分也很足 我会把它拿来连拌或者是当水果 基本上我做的 我种的Alron 我比较喜欢空口吃 这个是Momotaro 是日本淘汰狼 是一个混杂交品种 那个头呢,不是特别的大 皮呢,有点厚 但是甜味还是相当可以的 然后呢,它的植树非常的健康 看这个结果量一层又一层的 我种的地方呢 这个土壤不是特别的肥 它也,阳光也不是很足 但你看它长得多好 杂交品种就是 植树真的是相对而言健康很多 可爱吧 这是Costelluto的Frontino 这一款呢,跟刚才那个Giovanni很像 个人更加偏向于这个吧 这个激情果少一点 个头稍微会大一点 不过呢,我这里的个头呢 不是特别的准 因为我种在后院的番茄 阳光和肥力其实都不太够 前院的肥水比较充足一些 所以个头也明显能看出来大一些 大家就做一个参考吧 就是种这款呢 主要是喜欢水分 然后可爱的形状 它会变得非常红 颜值还是相当的高的 这款就是丁丁有名的Black Queen 是俄罗斯番茄里面 应该是种植的人特别多的一款吧 跟Paul Robinson比呢 我觉得它的形状稍微规整一些 当然它的个头也很大 我在这边种了两颗吧 已经采收了好几批了 我记得上次一栽就是那种 韩国烟菜的泡菜盆 一盆 看形状基本上是这样的 比较周整 偶尔也会一些 长得像外星人一样的 看这是我上次收的那一盆 生吃非常好吃 我先生喜欢包了皮 就这么生吃 种这个水分特别的足 甜度很够 这是一款 意大利的Panato 这个应该是一个大型的番茄 可是我这里因为 像是葵 挡掉了太多的阳光 然后我那个地方 走都走不进去施肥 所以呢 它的个头没有像介绍中的 那么巨大 但是大家看一下 跟我的手的比较 还是相当不错的 不过呢 就是说 可能是我这里的水肥 供应不太够吧 这两个番茄都比较开裂 这也是另外一个 Max Mills Big Eater 这个也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 可是呢 你看 我的个头都不是太大 就是水肥阳光 出了问题 因为我都要像是葵 和玉米啊 把它们压住了 而且挡掉了 非常多的阳光 有点可惜 还是不能种得太密 我采收过几个 比较大的果子 现在剩下的 都不是太大了 长势也比较 微落了 可能过一阵子 就要把它拔秧了 这是C的皮 这一款呢 味道很甜 但是我个人觉得 它比较小一点 看嘛 不过它 结果量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我把它种在 有一个西塞的地方 所以偶尔它上面 会有几个塞斑 但是果形非常的周整 没有那种奇奇怪怪的 还是挺漂亮的 这是Chocolate Stripes 这款也是一个 调纹番茄 来看一下 漂亮的调纹 它也是Potato Leaves的 这里有一个果子呢 长得特别的奇形怪状 但是呢 大部分还是比较周整的圆形 偶尔会有一个尖尖 尖量 不是特别的高 因为二绒的嘛 都会有这些问题 再加上我种的那个地方 肥还是差一些 因种基本上就到这里了 下一期我们会看一下小番茄 谢谢您的时间 希望您会喜欢